在某国的江面上扶起一具诡异女尸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明明是溺死在河里 却全身干扁 如同干尸 胆子大的民警见到女尸后 也被吓了一跳 但这不是唯一的案例 其他地区也发现了同样的尸体 全身水分都被抽干了 难道这是连环杀人案吗 经过调查 民警发现了死者的共同点 那就是都去过某个溪谷玩耍 民警便前往溪谷调查 但村民们很奇怪 对他的态度十分冷淡 原来他们的调查 坏了这类旅游胜地的生意 没有地方住的民警 只能在车里过夜 第二天醒来 他刚伸个懒腰 就被吓了一跳 村民们全都浮在西面上 成了干尸 同一时间 其他地方也出现了 大量的干尸现象 但都无一例外 全都是漂浮在水面上 民警的哥哥小帅 身为医药公司代表 却对此并不在意 因为他今天要去陪院长打高尔夫 但院长却在不停地喝水 一瓶接着一瓶 就像是葫芦娃中的水瓦 尽管这样 院长好像还不满足 把目光瞄向了一旁的水滩 二话不说 一头扎了进去 小帅慌忙赶来时 院长已经变成了一具干尸 医院立马展开调查 发现水质并没有问题 根本就是纯净的泉水 但水里丘许多幼虫 等等 幼虫 而另一边 民警在一个浴缸里 发现被水淹没的死者 他们观察后发现了真相 这正是铁线虫搞的鬼 他们一般寄生在昆虫身上 到了产卵期 会刺激宿主寻找水源 进行排卵 而这些铁线虫 明显变异了 将宿主对准了人类 而在那片溪谷 待过的游客 可能都被铁线虫感染了 宿主会不知不觉中 进食大量的食物和水 到了繁殖期 就会无理由地口渴 跳入水中 这个丈夫好奇怪 兼阻止自己的家人喝水 原来这是有寄生虫 他慌慢地问妻子 有没有带孩子去西谷玩过 妻子说有 他立即面露苦涩 带着他们前往医院 这个城市正在爆发铁线虫危机 被虫刺寄生的人 会大量进食 最后跳入水中自杀 小帅也是想起 家人总是大吃大喝的事情 才会阻止他们进食 医院这边立马做出对策 让病人手杀虫药 但铁线虫竟然临死反扑 反噬了宿主 小帅想带家人去治疗 谁知繁殖期突然发作 无数的市民跑向河边 就连他的家人也不例外 拼命地寻找水源 妻子埋头进水里 儿子直接化身水娃 女儿拍打玻璃 想跳入河中 丈夫一个箭步上去 抓住他们 一手一个 双腿再夹住一个 苦苦支撑的许久 才熬过了发病期 但在外面 跳入水里的人都死了 反而是那些没喝水的人 熬了下来 这件事引起了市长的注意 他将感染者们隔离起来 控制他们的饮食习惯 然后让人寻找解决方法 顺便调查此事发生的原因 而小帅的妻子 也被送进了隔离区 很快事情有了进展 因为有个人感染铁线虫后 竟然痊愈了 你能想象病毒的威力吗 感染了他的人 会化身大胃王 疯狂地进食 仿佛上辈子是饿死鬼 然后扑向水里 最后变成一具干尸 但有这么一个男人 他竟然摆脱了 铁线虫的控制 痊愈了 你这不是主角 真的太可惜了 原来他是吃了 家里的杀毒药 才意外痊愈的 他将药给了医院的人 想救其他人的命 得到消息的小帅 为了寻找这种特效药 急急忙忙跑的药店 但他接连找了许多家药店 都没有同款特效药 原来这个药早就停产了 但小帅还不肯放弃希望 停产了但也会有库存吧 他好不容易采脱关系 拿到了一盒药 却不小心被人发现 他手中有特效药 只要吃了药就能活 一群感染者扑了上来 像是丧尸一样 争夺中 他们不小心将药采成了粉末 但值得高兴的是 刚刚爆发的发病期 妻子艰难地熬了过去 看来他还有时间拯救家人 终究还是小帅关系多呀 他费尽心思找到一个卖家 想用重金换药 谁知警察突然赶到 卖家怕惹麻烦 当着他的面 直接将药丢进马桶冲走了 希望再一次从他手里逃脱 这时他的弟弟通过调查 得知了真相 原来特效药的制造公司 研发了变种铁线虫 他们打算购买公司股票 然后用特效药大赚一笔 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想要 谋取暴力才会引发的灾难 弟弟把药物的地址告诉了他 他们火急火燎来到仓库时 突然玻璃碎裂 特效药被大火吞没 小帅拼命扑向火焰 却被弟弟阻止 到了白天 大火才被熄灭 仓库里面只剩下一群灰烬 绝望之际 小帅智商在线 想起自己说过的话 只要原材料一样 世界上的肥皂都是一样的 只是形状不同罢了 而妻子那边 抬头看见了水管 幻想着喷头洒水的场景 但他看着孩子忍了下来 很快他发现 有人朝着消防开关走去 他赶快过去阻止 如果启动水管 族人都会死的 双方争执不下 撕打在一起 但越来越多的群众 看到了头上的水管 朝着开关扑了过去 这画面如同丧尸降临 紧急关头 民警关掉了水闸 才没让灾难发生 而哥哥这边 顺利地找到了原材料 多家工厂同时投产 他们有救了 小帅的家人也顺利地痊愈 而只要公司阴谋被揭穿 引来了无数人的谩骂 电影到此结束 这是2012年拍摄的电影 铁线虫入侵 影片情节紧凑 让人深眠其境 男主的一波三者的经历 看得人十分紧张 同时也反映出了各种社会问题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记得关注斯坦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